- 色情守門員 - 色情守門員 - 要去 要去 - 要去 - 哇 你的美妙的歌聲都被錄下來了 - 很洗腦 - 歡迎來到這一集的色情守門員 - 我們稍後會有特別來賓來 - 是誰呢 - 要去 - 你要確定了 - 真的有來賓嗎 - 等等會到我們現場的呢 - 是原子少年裡面的Vira - 藍蒂跟芭比 - 這兩位夥伴 - 要來跟我們聊一聊天 - 原子少年跟原子中年要見面了 - 對 沒錯 -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 為什麼會有這次的契機 - 對 我覺得這是緣分啊 - 色色宇宙緣分 - 對啊 就是因為秉優的妹妹 - 她在原子少年的製作公司裡面 - 是擔當設計的角色 - 然後她就覺得我們的內容好像邀請原子少年感人會蠻有趣的 - 超酷 - 然後她就去幫我們跟經濟問問看 - 超酷 - 然後沒想到就這樣我們喬了一下就 - 哇 - 就是這個機會就誕生了 - 對 - 超酷超酷 -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一元小迪這個 - 最接近原子少年的時刻了 - 對啊 - 年紀上已經沒救了 - 真的欸 - 真的欸 - 就是一直覺得 - 其實離他們好像有點近 - 可能從髮型啊 - 然後到那個 - 因為他們的新歌 - 藥雀 - 舞蹈老師也是小愛老師 - 也是我去HRC - 每週三的舞蹈老師 - 哇 - 對 - 就是覺得欸其實離的有點近 - 但其實完全不認識他們啦 - 對對對 - 但所以今天有這樣子的緣分 - 然後所以就欸 - 好好當然好當然好 - 那就一起來聊聊天這樣子 - 沒錯 - 因為我們很好奇就是 - 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年輕人啦 - 真的是這樣 - 我也是年輕人啊 - 你也算年輕人 - 但因為你太常跟中年人混了 - 所以你其實有一點老掉了 - 而且因為你還有一個姊姊 - 所以你都會跟姊姊看偶像劇啊 - 聽她聽的歌 - 都是我們這個年代的 - 對其實是 - 挺有趣的 - 心臟撲通撲通跳 - 對那聽說他們已經 - 現在已經在外面準備要進來了 - 那我們就來歡迎他們吧 - 要去 - 要去 - 讓我們歡迎Vira - 請你們自我介紹 - 哈囉我是Vira的Bobby - 哈囉我是Vira的蘭蒂 - 哈囉我是守門員的石膏 - 哈哈哈哈 - 沒有人在乎 - 沒有人在乎你是誰 - 你是要介紹一下嗎 - 大家好我是守門員的小滴 - 我是阿強 - 今天這算是兩個團體的一個互相碰撞啊 - 就是守門員跟Vira之間的對談 - OK - 你們中午吃什麼 - 我剛起床就出門了 - 喔 - 我吃關東煮 - 我今天特別想吃 - 所以到公司的時候就有買 - 買去公司 - 是超商的關東煮 - 對超商的 - 現在超商關東煮都超難買到的耶 - 很難買然後湯很鹹 - 因為他現在變成馬辣燙還什麼的 - 因為煮了很久加水 - 所以我其實找了兩間 - 因為我特別想吃 - 對啊我很不開心耶 - 因為 - 你也是關東煮愛好著嗎 - 我是 但是他現在全部都變成那種 - 滷味什麼麻辣燙還是什麼 - 燙麻辣燙 - 甚至沒有 - 對 要找很久 - 所以他有找到我覺得很意外 - 我們對面旁邊那家Seven應該還是有 - 我昨天去看的時候有 - 我跟你講 - 他就是賣麻辣燙 - 對啦 - 他就換口味了 - 他真的在意 - 我不知道他怎麼在意耶 - 我是真的在意 - 因為那個湯是黑色的 - 可是我想要清湯 - 我想要清湯 - 看起來很濃 - 對對對對 - 那你有吃東西嗎 - 我沒有 - 直接出門 - 然後我剛剛還空腹喝咖啡 - 所以是不是現在也 - 絕對不行 - 他現在是空腹不能喝咖啡的推廣者 - 我現在是餵大師耶 - 因為我就是很常以前不信 - 然後我就會一直就是亂吃東西 - 早上吃冰啊 - 早上吃什麼的 - 然後我就前陣子餵食道逆牛真的很嚴重 - 然後我前陣子去照胃鏡 - 反正他在照的時候就有看 - 就是我有一些 - 就是 - 就是我今年 - 我畢竟還是在二十代 - 然後我沒想到就是有一些這個孔洞 - 了解 - 然後我其實明天要去看報告 - 那個醫生一直有跟我講說 - 就是一些小穿孔 - 小穿孔 - 對對對對 - 但就是我怕了 - 其實我也是信的 - 只是因為我剛忘記我早上沒吃東西了 - 對 - 加上他很愛喝咖啡 - 對 我很愛喝咖啡 - 是咖啡 - 我也很愛喝咖啡 - 因為咖啡 - 就是公司剛建了一台咖啡機 -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到公司先弄咖啡 - 那你沒喝你會有什麼不舒服嗎還是 - 就是喝的精神會比較好 - 比較快速進入狀況 - 然後我覺得沒喝的時候會看起來有點小鏘 - 喝了才會精神來的是嗎 - 對啊 - 那有點嚴重喔 - 需要提神 - 那算是跟我差不多囉 - 那你一天會喝一杯以上嗎 - 會 - 最多喝到幾杯 - 三四杯 - 同道中人 - 跟他蠻像的 - 但是那個你們有看過嗎 - 老高的節目 - 然後他有說 - 不知道他哪裡來的統計 - 就是說三四杯咖啡會降低死亡率 - 是嗎 - 是喔 - 我每次喝完都覺得我要死了 - 這是什麼根據 - 我手都開始抖 - 我手都開始抖 - 但我信欸 - 因為通通不是都 - 就是他說的都蠻有道理的嗎 - 老高 - 應該是中間還有一些各種相關 - 最後連接在一起了 - 但中間可能還有一些因果關係 - 因為他只要喝到第二杯 - 十高我只要喝到第一杯 - 他手就會開始一直抖 - 然後他手超抖的 - 然後他的確是只要沒有喝咖啡 - 他就會沒辦法開始做東西 - 看起來ㄎㄧㄤ的 - 工作沒有用氣 - 哇 - 但我沒有到那麼嚴重 - 三四杯也蠻誇張的 - 你現在25歲嘛 - 我25歲手也不會抖 - 我跟你講30歲 - 手開始沒喝就開始抖了 - 沒喝也抖 - 然後喝態度也抖 - 這樣 - 如果可以不喝的時候 - 我是不喝的 - 盡量可以不喝的時候 - 就沒有工作的時候 - 我會覺得那好像沒必要喝 - 所以有點跟工作綁在一起 - 那芭比喜歡喝咖啡嗎 - 如果工作很早 - 好會喝美食 - 消水酒 - 會喝一杯 - 會喝一杯 - 水水男孩的一些小配方 - 因為我20歲 - 其實我很不喜歡喝咖啡 - 我到現在 - 我也沒有很愛 - 但是為了工作 - 就是他真的通常都是為了要提示 - 那如果可以消腫 - 你會願意喝嗎 - 我就是喝了消腫還是腫 - 所以就好 - 自己吐槽自己 - 本來這個punch line - 是我要吐槽你的 - 應該是這樣 - 那我也好奇就是說 - 因為畢竟你們現在是一個藝人 - 是一個公眾人物 - 你們在吃東西上面 - 你會特別小心嗎 - 比如說要維持體態 - 會有一些飲食計畫嗎 - 還是蠻隨性的 - 我會看工作下來的樣子 - 比如說我們前一次有拍形象照 - 然後拍下來我覺得我臉很胖 - 那這樣子我就比較結實一點 - 雖然我體重一直都氣蠻輕的 - 但就是還是會特別減少一下吃的量 - 喔 - 巴比喜歡吃宵夜嗎 - 我常愛吃宵夜 - 我昨天的宵夜是吃雞排 - 喔唷 太棒了 - 太棒了 - 我最愛吃炸雞排 - 因為我昨天就是晚上無聊 - 晚上在做工作的事情 - 然後就比較晚睡這樣 - 基本上沒睡 - 喔 - 然後我就休息時間在划小龍書 - 就看到有人在 - 就像很多那種路邊攤啊 - 煎牛排那種之類的東西 - 都看到好想吃肉喔 - 然後就看時間 - 就凌晨兩點了 - 然後就想到 - 欸 我家旁邊的雞排應該還有在開 - 然後就出門 - 然後就買超多 - 然後去吃 - 哇 - 在凌晨的時候 - 凌晨兩點 - 睡前如果假如我不吃東西 - 我會睡不著 - 就一直肚子一直空著 - 哇這個是算前輩 - 前輩 - 對欸 因為我有時候也是 - 也是蠻晚睡的 - 然後會有點失眠 - 然後我就想說 - 欸 到底是什麼東西困擾著我呢 - 原來是因為我就是沒吃飽 - 肚子餓 - 對 - 所以有時候我極端一點 - 我會開車出門 - 然後因為我家住可能東湖那邊 - 我會開車去買劉媽媽涼麵 - 喔 - 好遠 - 常常吃劉媽媽 - 對 - 偶爾吃成家 - 但大部分吃劉媽媽 - 這樣 - 但是我這邊 - 我剛查到了 - 他說睡前吃東西 - 會造成那個餵食道逆流欸 - 喔 - 苦煮在這邊 - 苦煮苦煮 - 如果能吃雞排 - 我也想吃 - 在半夜的時候我最喜歡 - 看那種大胃王在吃東西 - 因為會特別好吃 - 因為你超餓 - 然後就是那時候看了就覺得很療癒 - 但其實自己身體又很痛苦 - 然後就是會默默一點 - 但可以買一些那個欸 - 什麼磨浴爽 - 就是沒有熱量的 - 磨浴爽 - 磨浴爽很好吃欸 - 我也覺得超好吃 - 很juicy - 然後又味道很重 - 但那個好像不是很健康對不對 - 喔是嗎 - 它的調味好像不是很健康 - 喔 - 但是真的很好吃 - 磨浴爽最近還進攻了國小校園 - 你說跟蘿蔔刀一樣 - 對對對 - 我們已經蔓延到國小校園了 - 因為我平常 - 我一週會去做一次志工 - 然後因為我帶著小朋友 - 就是在國小的 - 然後有一次去找他們 - 他們就在講說 - 欸最近磨浴爽入侵校園 - 是在福利社在賣嗎 - 不知道欸 - 他們好像超商都可以賣 - 是啊 - 對對對對 - 他們吃了就會開始演出好像變僵屍什麼的 - 蛤 - 有這麼誇張 - 其實不會啦 - 但他只是說 - 但這個已經變成一個梗了 - 就是吃某一爽會變成僵屍 - 沒那麼誇張 - 沒那麼誇張 - 國小生對於蘿蔔刀怎麼看呢 - 就是一般的蘿蔔刀他們已經不玩了 - 他們玩一些變形的 - 就按了以後會彈射的那種 - 現在不是都靜止嗎 - 對但我最新看到是蘿蔔腔 - 就長得跟蘿蔔刀有點像 - 但他可以啪啪啪啪啪啪啪 - 更危險 - 昨天才看到 - 我已經不夠滿足他們了 - 太色了 - 小朋友很超前 - 我覺得也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 之所以這次會有這樣的合作 - 其實更早這件事情 - 我們在節目上之前就很常提到原子少年 - 為什麼會提到呢 - 是因為小迪有一次他去剪頭髮 - 他已經是中年人了嘛 - 但是他跟那個髮型設計師 - 拿出原子少年的照片 - 是哪一張 - 忘記是哪一張 - 我就打原子少年帥哥之類的 - 就跳出很多帥哥 - 然後他跟設計師說 - 我要剪得像這樣子 - 我說可以剪成這樣嗎 - 他說可能有點難度喔 - 但我還是試試看對不對 - 因為那時候頭髮長度可能也不太夠 - 但因為自從那一次之後 - 他就一直被笑 - 然後被我們聽眾笑 - 然後大家都說他是原子中年 - 如果是以少年來看 - 你會覺得他們兩個是什麼風格的 - 跟就是你覺得符合當今潮流嗎 - 如果要有點給予一些時尚建議的話 - 其實我覺得不會差距到很遠 - 不是這樣子 - 大家這樣一起在一個團員空間這樣看一下 - 我覺得其實不會有很大的落差感 - 就是明顯差距說 - 我們是小朋友這樣 - 沒有 我剛剛想說 - 艷紹哥感 - 因為跟我們公司有一個人很像 - 是誰 - 對不對 - 你同意 - 經紀人同意 - 我就當作是讚美了 - 應該是讚美 - 是帥的喔 - 謝謝 - 謝謝 - 謝謝 - 艷紹感 - 艷紹感 - 我在年輕一點的時候 - 蠻多人是說我長得有點像光良 - 然後還有Tomorrow的 - 我不敢再聽 - 我不敢再聽 - 對 在年輕一點的時候 - 我不知道 - 我不知道 - 我不知道 - 時代感已經出來了 - 已經出來了 - 世代不同 - 不小心老人臭就冒出來了 - 聊一下你們整個追逐夢想的過程好了 - 因為我知道蘭蒂其實非常會跳舞 - 甚至是HRC的舞蹈老師嗎 - 對 也有 - 反正各大 - 結果我不是主要在HRC - 但我有可能Danshow啊 - 對 - 因為HRC的主理人 - 我沒記錯的話 - 是綱一老師 - 真的是綱一老師 - 你有覺得他是 - 那你有覺得他長得有點像綱一老師嗎 - 有像欸 - 有像欸 - 一點點啦 - 女版� нас - 身份上 - 還要演講綱鵝 - 複合剛藝老師 - 眉毛很像 - 我是覺得有個態度滿像 - 不知道为什么 - 你們為什麼會跟甲映老師有一些 - 會知道剛藝老師嗎 - 機緣嗎 - 主要是我含 - 以前我有在跳舞 - 參加熱舞社 - 所以就會知道一些街舞圈的前輩 - 反正也是網路上滑滑滑 滑到剛藝老師舞蹈影片 - 就再看一下阿翔 欸 好像那個 那個批我很像 嗯 對 對啊 因為我是自己看到照片 然後我會嚇到 想說 怎麼長這麼像 這麼好像 超級像 然後就到現在 我就每次只要看到照片 我都就是沒辦法否認 真的太像了 就是怎麼可以有人找著這麼像這樣 真的 靳姐也常常在便利商店看到她的廣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哦 對啊 有時候會看到 欸 剛依老師在上面 那我會注意一下 如影隨性 我是沒事 因為我每週會去HRC跳舞一次 哦 是哦 對對對 然後我去跳的時候 因為我去忠孝館 然後他在門口都會放 因為剛依老師是老闆嘛 對 然後都會放那個 可能營業證明登記證啊 然後就有放他一個大頭照 然後我每次看到他 就會想到阿強這樣 然後出來就會拍一張給他看 對 因為我們每次這樣子笑 就覺得我們就少了一點味道 但如果聽到蘭蒂你講 就是你又是HRC的舞蹈老師 你這樣覺得像 我就覺得可能就是這樣 真的是蠻像的 謝謝你 認真 認真了 我好爽啊 那講回蘭蒂好了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定 你要往這條路發展啊 其實一開始沒有特別想說 一定要往這裡發展 但是參加節目的期間啊 就是覺得越來越enjoy 在做這一件事 然後也剛好有機會可以出道 所以就想說拼拼看 然後慢慢就覺得 這夢想好像越來越重要 因為以前其實沒有很想過 居然可以當藝人 因為本來一直都覺得說 藝人是不是 怎麼說 就是一開始可能不會太賺錢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 就是現實上考量 對對對 然後剛好我大學畢業到現在 我跟我姊姊的收入也算是趨於穩定 所以他才能就是幫我補貼一點 補貼一點我姊姊 這樣然後來幫我完成我這個夢想 就是如果擺在可能 不是原子少年這個什麼時候錄啊 幾年錄的 去年 22年嗎 22年 好 就是如果不是22年 可能再早了5年的話 可能沒有機會吧 因為那時候就經濟壓力比較大 就剛好天使地利人和這樣 哦 所以其實是剛好遇到姊姊 然後姊姊剛好也有 剛好遇到姊姊 姊姊的知識 家人的知識 剛好遇到姊姊的收入穩定 然後可以支持你 然後讓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之前也是 因為我之前收入也還算不錯 棒 應該是年紀的人來說 然後就有存一筆錢 但是現在就默默看他一直在減少 在漏水了 對啊 但你其實很早就開始跳舞了吧 對 18 歲就開始教課 哇 超厲害 那芭比呢 因為現在20歲嘛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是覺得 自己對唱歌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成為藝人嗎 是這樣 是從小開始就有這個想法 就我就國中就已經 堅定覺得 哦 以後一定要當歌手 哇 因為我想要當藝人 就是想要 我想要唱歌這樣 後來是因為高中 讀了一個 我媽想要我讀的一個 有點像是 就是怎麼講 因為我們 為了以後可以找工作 所以就 深血的學校啊那種 對 因為我哥也是跳舞的 所以他覺得 誒 不要那麼多演藝科的孩子 分散一下這樣 不要我你去練書這樣 他也知道我在唱歌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是高中的時候 我讀的那個科系 實在是讀到讀不下去 我覺得 哦 好煩躁哦 後來是我 這是一個很 我自己的行為 它是 就是大家不要模仿這件事情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去學校拿那個 休學單 因為我是讀不下去 我就覺得好煩哦 我覺得一直讀這種 跟我很不相干的科系 我覺得很煩躁 然後我直接簽 休學單 休學單 休學 我自己簽 然後直接送 送給學校 我就休學了 所以你休學 你媽媽沒有知道 她是發現 我一直沒有去學校 你自己偷休學 我自己偷休學 哇 可是因為那種 不是通常可能 就是要有爸爸媽媽的簽名嗎 就是我都自己簽 自己簽 這個放下是不是這樣 在這個前面 因為蘭蒂之前 是我們學校的舞蹈老師 就是社科老師 然後那陣子 我初期就是很認真上他的課 初期初期 到後面 我就拔他的科學 我都撬掉 要嘛都不到 然後加上我以後是社帳 然後我就一直都不到 然後他還是直接 整個人都消失不見 休學了 但也沒有去社科 沒去 那你那段時間在哪 就是後來那段時間 我就拿去打工 就覺得好 那我先打工好 零可先賺錢 可能假如我賺錢 然後後面我會覺得 好像找不到方向 我再回去重督 就是接著居宝高中讀完 但幸好 打工個一年左右 節目就開始在招人了 然後剛好我的朋友 子祥 原子上演的 OZONE的成員 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去 我說好 那就試試看 就到現在 哇 哭 那打工這一年 媽媽知道嗎 都知道 但是那有因為你們休學 然後就是炸裂 然後立刻爆炸 其實沒有欸 因為我個性比較硬 他可能也管活動 所以那時候還是住家裡 但就是打工 他會一直罵 就一直狂念 但就是只能暫時不要去理會 你不理 對 不理 就不理 對就先不理 因為其實這時候 在這個年紀應該做出這個決定 但你應該就是有很多煩惱 跟很多苦痛吧 你這樣會找誰聊啊 因為我是一個 自己內化很快的人 所以我都會自己跟自己說 可能時間還沒有到 畢竟我現在很年輕 我畢竟現在才十幾歲 應該還好 這個帥到不行欸 決定要實現自己夢想 但是就想說 好那我先打工 然後把錢存好 那你就沒有人可以再管我了 對 我就很知道自己要什麼欸 我覺得這方面蠻好的 可是其實我剛剛聽起來 我都覺得其實蘭蒂跟芭比 兩個人都知道 在追求自己的夢想之前 要先把錢穩定好欸 就是我覺得 就是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很成熟 跟算是很酷的想法 就你們沒有就完全是 讓自己陷入超級貧困而走這條 因為有一些人是為了追求夢想 然後可能就三餐不計 然後就是完全投入 但我覺得你們是一個 很平衡的狀態嗎 是嗎 其實我自己有一點小不計 你看到後期 因為比賽那段時間其實很長 對 我們有卡到疫情 疫情沒辦法打工啊 對 沒辦法自己存打工欠 所以其實到後面其實是有點窮了 就基本上已經快沒錢的狀況了 後來是只能先求助一下 我沒有求助爸媽 先求助我姐 然後求助我哥 然後後來就覺得 好真的不行了 他們可能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顧 他們也有自己的開箱要畫 然後後來才求助爸媽 那求助爸媽那時候 他們有做什麼嗎 其實會小念 但是因為剛好那時候節目剛好也紅了 所以他們就剛好有這個契機 剛好沒話說 就沒話說 就覺得 好吧你去比這個節目也蠻好 那就算了 就當沒事 就給你生活費 大概從什麼時候 他們是看到你們上節目就開始 轉而更支持你們嗎 還是在比賽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媽比較有新夢 所以她好像一直期待說 自己的小孩也可以 對 OK 但是因為我媽其實是很會唱歌 然後我看她年輕的照片其實很正 所以就有點可惜 她可能就一直有真的夢沒完成 然後就希望我可以去變成 她想變成的樣子吧 然後說回剛剛的問題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家以前不是非常富裕 我們家小時候很小的時候 是可能我跟姊姊跟媽媽會三個人到四個人 吃一碗那個陽春麵這樣 所以我覺得 好像我也不是去在中間做一個取捨 是以前一直覺得好像沒辦法去追夢 這一件事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好像可以 而且也就是趨於穩定之後才可以這樣 Yes 對感覺她有一個經濟的基本盤以後 然後就可以發現 其實追夢還是可以兼顧的 聽起來就是姊姊們都超級帥的 就是都有 還有家人 哥哥姊姊們 哥哥姊姊家人的支持 對 姊姊很屌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時候原子少年節目剛播的時候 我個人是蠻愛看的 對我一轉到我就會停下來 對但我不會特別去盯著某一團 或是某一個人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跳舞的嘛 所以我會知道說 欸其實跳舞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我有一次跟史高爾去跳舞 啊對 New Jeans的歌 低頭 對低頭 然後我們就跳了 然後跳完以後他就跟我說 欸跳舞超累的 就比我們去打籃球還是什麼 就是還累到爆 雖然我們只是跳可能不到 可能四五十秒的一段吧 就是 所以我覺得要跳舞 然後要加上唱歌 就是超級不容易的 對啊 對所以那時候看節目 我就會覺得很好看 因為看到所有人都是付出全力 然後我就有個橋段 我印象超深刻的 就是好像節目 隨機的在播歌 播一些K-POP 或是一些流行歌 然後你們 大家會跳的就站出來跳 然後超多人都會跳的 我覺得超屌的 就是他可以跳出完整的副歌啊 然後每個人都跳超好的 哦 隨機舞蹈那個 對超厲害 我都不會 其實我們都躲在後面 我們都躲在後面 他會跳 對那段還蠻精彩的 其實我們現在能有 這樣子這麼多機會 其實也都是因為有這個節目 對 其實就很感謝 有這個節目才讓我們 這麼多想追夢的男生 可以有現在的機會出道這樣 那你覺得從節目的一開始 到可能你們現在出道啦 你覺得心境上有什麼轉變嗎 就是可能越來越多人認出你們啊等等 你們現在怎麼面對這一切 那在這個岔題之前 我想先問 就是因為在追夢的時候一定會有人笑你們嗎 或者是就比如說你國中的時候可能就會想要就是說我以後要當歌手 那時候會有就是同儕們就是說不要吃人說夢還什麼會有就路上會有像是這樣的人嗎 其實不太會會講這種話通常都是家人 對通常家人會講這種話 就覺得你不要意想天開 你不要覺得藝人這麼好當 就不要覺得你會唱歌會跳就一定可以當藝人 懂耶 那所以其實朋友們其實都很支持你們 我覺得朋友都會支持 對 我覺得會講出這種話 應該是有一些競爭關係吧 可能見不得別人好 對對對 那其實蠻挺的耶 朋友算蠻挺的 對啊 嗯 好 那可以繼續心境上的轉變 對對對 有什麼心境上的轉變嗎 從一開始比較沒人知道 然後到現在欸 出道了 然後有可能各自IG其實都蠻多最終者的 一開始在比節目的時候不會像現在這麼積極在進行每個部分 比如說唱歌跳舞啊或是編曲寫歌這種 出道前其實都覺得我只要出 假如我出道後我只要做好自己本分就好 但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出道後真的大家都是競爭關係 你一定要比別人更初衷 你一定要學更多東西 你一定要跳 不一定要跳比別人好 那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 一定要有自己的 無可取代的 對 無可取代的地方 啊 要怎麼找到自己的風格啊 對 我也很想問這一句 我覺得好難喔 因為就像畫畫跟什麼 就是其實每個人 就是大家都從可能基礎打起 然後就是有些人畫很好 但他可能就會被評說沒有找到自己的風格 但是就是這一路應該要 你是怎麼感受到可能自己是哪一個風格派的這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唱歌是R&B風格的 然後唱這種歌曲的人其實很多 所以其實我也不算在裡面是很優秀的 但就是還在努力 你很優秀 你也很優秀 你也很優秀 就是我覺得只能跟自己比較吧 就競爭表跟別人比較 跟別人比一定比不完啊 今天唱這樣 明天一定要唱更好 就會越來越好這樣 蘭蒂是怎麼慢慢找到自己的風格 風格嗎 我覺得是跟喜好有關欸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從模仿先開始 像唱歌一定是從模仿誰誰誰喜歡哪一個歌手 跳舞也是去上課喜歡哪個老師上誰的課這樣 對 好像都會有一些各自偶像這樣 對對對 你們偶像可能分別會是誰嗎 不管是舞蹈的或是歌唱的 因為我本身就很愛唱跳的人 然後心目中最愛的唱跳的人就是Chris Brown 男生的話 然後女生的話是Beyonce 對 就兩個都是我很喜歡的 Beyonce那個Renaissance的tour 好好看 真的我一看抖音的時候 我會一直看到他的片段 超級好看 真的 所有設定都超棒 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是風向星座 所以我覺得我喜好蠻跳來跳去的 然後如果以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是比較喜歡TXT的風格吧 TXT那個比較美男這樣 然後又帶一點就是 陰遇帥的感覺這樣 陰遇帥 就是不是那種很陽光的帥 很強硬的那種 憂鬱感這樣 陰倫憂鬱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找風格是蠻不容易的 那小迪你覺得你是什麼風格 我嗎 哇好難喔 如果以 艷紹峰 我 我 我做這個 等一下可以事後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以前以跳舞來說 如果先簡單分派別來說 就是有人可以很身體啊 wave啊 然後動作做得很優美的 我比較不是那一派 但力量型的我比較可以 對 我就感覺跟我以前 可能因為我以前是學武術 可能空手道啊等等 所以在對於一些地方要出力的時候 我比較可以用 就是出很大的力 所以可能比較偏那一派啦 就是力道可能多一點的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派別 對 還在找 想都不用想 我柔若峰 走一個病焉焉路線 他很容易生病 我能活著就不錯了 冷氣太強就會感冒 也想問Bobby 就是你剛有提到說 其實你國中就已經確認說 就是想成為藝人嘛 然後想要走這一行 那你覺得那時候契機是什麼 是一個偶像嗎 還是什麼樣的事件讓你覺得 主要是因為我很愛聽 就是國外的歌手 但是其實那時候K-POP很流行 所以我國中其實就很流行彈團了 所以那時候就有漸漸被影響 就覺得 喔 彈團吧 找到焉燒可 是製作人 其實不錯 不懂欸 他就是郭彥均 郭彥甫那個星人 是嗎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剛講tomorrow就是啊 眼睛很像 就是郭彥均 郭彥均 我被認可了 今天不只認可了鋼丁 我也被認可了 欸 我很開心 那我們要繼續回到芭比丁 對對對 韓團 就是韓團流行嘛 所以就漸漸變影響 覺得說唱跳感覺真的很帥 我也很喜歡 那我以後一定要當唱跳 不一定要是男團 可能是個人也OK這樣 啊 我有一個觀察是說 通常有時候喜歡表演的人 在家都一直被cue表演 就可能從小你就是在家裡 每次愚姓節目過年 就是唱得很帥 過年一定會啊 哈哈哈哈 應該是很長的 我懂 我覺得滿無言的 哈哈哈哈 但是應該從小被cue到大吧 但是因為有錢哪很開心 哈哈哈哈 來 跳一下跳一下 那有一定會表演的歌 或是 就是固定的套組 其實沒有 其實 我那個時候 小時候 長輩都是亂放 他就是亂放 叫你solo 一跳 比如說可能放蔡依林 跳 亂跳 這樣 哦 長輩也滿會出題的 就是滿硬的 其實跟剛節目上講的那個一樣 音樂播了來 哈哈 就是亂跳 他就是想要給你一個舞台表現 就你還在跳滿爛的 就給大家看這樣 所以那時候你就會直接上台 然後就是開始開始 對 小時候起不懂 就覺得好有表現 那我就跳 大家會覺得很厲害 這樣 會有這個養成 對對對 你不是以前會被唱什麼火車站 我以前我都唱台語歌 我以前都被Cue唱一首歌叫車站 那你們可能一定絕對不會聽過 哈哈 但就反正一首老歌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那個 那首是台語歌 然後他唱台語歌需要有一個 quee call 我小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歌quee call 就很到位 所以每次都是一直在唱 恰恰 哈哈 可以理解 我們家的話是因為我哥哥 因為我哥以前是 跆拳道的 他滿小就開始學 然後因為台語道會打一些行 然後每次逢年過節 我們家 就是本來桌子椅子都擺在中間 然後我爸媽就開始把椅子 桌子撤掉 然後說 你現在出去打行給親戚看 然後我哥就會出去打行 對 所以大家理解會有這個過程 對啊 那藍地會嗎 我覺得也是被Cue跳舞吧 對啊 然後還有一些親戚可能是 那是堂妹嗎 應該是堂妹 就是他也是參加 學校熱舞社這樣 然後就可能他爸爸媽媽 會問一些問題 然後請教這樣 學術討論大會 對 學術討論 超帥 那欸 問一個 好 你們會收到就是那種負評嗎 或者是那種思緒 然後 那一定會 或者那種留言底下 一定很多 哇欸你們都怎麼 跟這些相處啊 或者是 對 我都把它當笑話看 唉唷 一開始我也是當笑話看 但後來因為 漸漸的就很多的評論 我畢竟現在上演很多嘛 你有很多負評嗎 你感覺沒有 我沒有負評 就是通常都在講團體的 就是很多 然後就會看到後面 一開始就覺得 沒事 就是大家都可以講啊 反正就是公開的留言區嘛 大家都可以講出自己的意見 但到後面會越開越覺得 啊 為什麼要這樣說話 為什麼要這樣說話 就是這些人 為什麼要這樣說話 但是又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我就是這個團體裡面 最常被罵的人 因為就是 因為我就是聲音比較大聲 或我會很喜歡罵髒話 就是或者有時候會講一些 比較偏激的言論 然後就有時候我們就可能 比較有新的聽眾來的話 第一個都會就是說 聽到女子成人的聲音 就沒辦法在地獄聽下去了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就是 我也是慢慢在跟這個活下去 但就是只能活下去了 對 就只能找 活下去 然後就是我就是 可是每次都會想 就是說為什麼要對一個人這樣講 就是評投論足啊 我都會很想找到答案 但我找不到 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參考他們的意見 如果他們真是有建設性的話 其實是可以讓我們越來越好 但是有一些太垃圾的話 屋裡頭 太屋裡頭就不要理 你們會想要跟他們吵架 或是你們團體中 或是有人想要跟他們吵架 我們不能吧 單改人團 不知道 我覺得我可以有這個心態 其實是因為一開始 就是最一開始我們在錄的時候 都還沒有 是正式原始少年第一集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次啊 我不是穿黃色褲子 然後有一個人罵說 那黃色褲子是怎樣啊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很生氣 但我後來就有轉變心態 就是 我想說 告訴我他罵我 你說怎樣啊 黃色褲子怎麼都罵了 就是一些褲子啊 色褲 沒有嗎 可是他是單純是講說 是因為黃色褲子嗎 我也不知道他罵的是什麼點 但是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罵 可能因為我一開始沒有 那麼像idol的感覺 因為我後來調整調整 我一開始可能很 就是街舞那種 就是不拘小捷的感覺 打扮啊什麼的 然後就被罵是怎樣 然後那時候就很在意 但我後來就發現 我只是調整 那一關過了之後 我後面看到什麼留言 我好像都還好 就當笑話看 就像有一次我們 有一次笑唱 那個我們那天晚上回去 有跟粉絲有一個互動 粉絲就說 剛剛在笑唱的時候 後面一個男同學說 因為藍丁那天去穿紫色衣服 他就說 紫色衣服的好漂亮喔 好像鳥 好像鳥 對啊 我想說為什麼很像鳥啊 很多很莫名其妙的 好好笑喔 這蠻無厘頭的 但是真的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我發現粉絲跟觀眾 好像對顏色特別敏感 黃色紫色特別在意 很像鳥這個真的會難以回應 就覺得是什麼意思 對啊 怎麼樣很這樣嗎 一旦你被放上了一些位置 就一定會越來越多人看到你們 然後越多人看到 就是喜歡你的人會越來越多 可能會有批評 會有意見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這些其實也是 我們也是有一點感覺 很有感覺 對啊 所以在這個路上 好像你只能就是 靠跟夥伴聊一聊啊 然後可能慢慢自己調自己的心態 但我覺得其實 是一個團體蠻棒的 對 因為很多時候你看到 有這樣的批評 那有人跟你一起討論 然後化解掉這個心中的結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對啊 你們其實應該也都很常在 一直互相討論 然後互相排解心理的emo吧 因為我們很常會開會啊 或是可能討論 昨天的表演怎樣怎樣 粉絲幫我拍直拍 然後順便看一下留言 在說什麼 然後經紀人也會去看 然後經紀人會罵人 對會罵人 該演歌的時候都會演歌 對對對 但我覺得有一個團隊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也會讓你的心理心態更堅強 畢竟有人陪著 對對對 不是你一個人在面對這個世界 無情的炮火 不是一個人被罵人 是一群人被罵人 對對對 那個分散炮火真的差很多 那我也蠻好奇是說 因為像芭比現在才20歲嘛 那你們現在最常用的社群是什麼 最常我自己還是用IG比較多 之前我們有聽過一個說法是說 現在年輕人蠻喜歡IG創小帳的 可以問米雪 還有兩隻 哈哈哈哈 你也有 大家都有小帳 亂講的亂講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小帳 當然我那個小帳基本上都在放一些我 自己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記錄我自己的 當日記 對 有時候都會滑到最底 就是最頭的 開始慢慢看 就往前看去 喔我自己人在幹嘛幹嘛幹嘛 嗯 哦 比如像個人日誌 個人部落格的感覺 對對對 那這個東西就不會給人家追蹤 不會 就是我自己看的 這的確是一個蠻重要的玩法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其實像 很多時候你經營到最後一個社群帳號 可能比如說像我們粉絲數都很少 我們朋友可能就兩三百個追蹤數這樣 對 但是就連只有這兩三百個 你後來其實都會有一點不太敢 去一直發一直發一直發 但縱使你真的很想要記錄一些什麼 對 因為你會覺得 大家有想看嗎 就是你會被這個社群有點綁架住了 對啊 所以 好像開個小帳不錯 那蘭蒂呢 呃 我也有小帳 哈哈哈哈 那你小帳的用途 跟芭比一樣嗎 我小帳的用途其實跟它也差不多 就是發一些很廢的東西 因為 大帳可能開自由 啊我很怕會不小心按錯 所以我不敢發大帳 我自由都沒在用 所以我就用小帳發一些 就是今天去哪裡玩 去溜冰去幹嘛這樣 然後記錄一些很白癡的東西 那這個是有人給朋友追蹤的嗎 有有有朋友有追蹤 朋友有追蹤 當然就是很熟的朋友可以追蹤 啊 所以你們兩個就各自有兩個帳號 對 對 基本上應該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小小帳 因為我們也不太能用自由 對啊 就怕按錯啊 對 所以之前就有一次 我要發 因為我之前會在自由發一些 我寫demo的歌 嗯 但有一次我不太能放他公開 啊 對 錄出了 對就被錄出了 然後還有就立刻刪掉 然後就再也沒有再用自由 嗯 感覺很容易不小心就 對啊 那小迪你有幾個小帳 我嗎 我現在 我現在有兩個小帳 嘿 其實 反正因為最近一兩年工作有做一些調整啦 所以就想說要重新出發 所以我就 舊的帳號就擺在那邊 然後用新的帳號迎接大家這樣 哦 對 所以我也算有兩個帳號 對 但有點 有時候會搞混 因為朋友會這邊敲 然後這邊敲 然後欸到底怎麼樣 其實你們的用法都比我想像中還正派 哦 不然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的小帳是拿來 罵人 追蹤一些 或者追蹤一些特定喜歡的 哦 這麼一說 其實我 最初辦小帳的那個用途是 因為我以前會想要追蹤一些 厲害的跳舞老師 嗯 對 對 然後想要看一些跳舞 可是因為我主張太常跳出朋友的東西了 所以一開始是為了這個辦 那在你們這個世代好了 你們這個年紀是怎麼樣去認識一些新朋友 其實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我自己要唱朋友其實很難 如果要認識的話可能就是頂多就是 做音樂 他可能欣賞我 然後他有追蹤我 看他的作品 覺得欸我也蠻喜歡的 會追 然後可能會稍微小聊一下說 以後可以玩玩音樂啊這種 追蹤的長 都是這種方式的 所以其實偏蠻被動的 對我很被動 那蘭蒂呢 我自己我其實跟他有點像 我也是一個很小圈圈的人 就我也只會基本上跟一些最熟最熟的人去hang out 但是有時候hang out的時候可能就是唱歌的局啊 或是什麼誰朋友的朋友這樣認識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會去很主動的認識別人 哇現在這裡是一個內向群 對 因為我覺得交朋友其實很難 真的好難 而且好累 完全認同 還要維持那個 對欸你有覺得在你變紅前跟變紅後 就變紅後有比較難交朋友嗎 我覺得這還好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 我自己感受的是很難交心 因為我覺得交朋友就是他交心 才會是朋友 如果不交心的話這個朋友就等於是 就很表面而已 不夠深入這樣 就覺得那我還追蹤他 欸你會定時親那個追蹤人數或者什麼的嗎 我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固定追蹤我真的很熟的 真的認識或是我欣賞的人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他會定時親 親自己追蹤的人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這是一招 就其實的確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期 你就是會漸行漸遠嘛 對對對 但也有另外一派就是覺得說 反正那個感覺就是一個池子 你就是一直放在那也好 然後總有一天他們可能就是會有機會相遇這樣 你們最近有出一首新歌嘛 其實我們剛你們來之前我們一直在聽 真的嗎 想說我們要進入這個狀況 8486 對這首歌其實我非常非常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就是我不是會去HRC上課嗎 因為我去上的老師就是小愛老師 哦 對 然後因為這首歌好像小愛老師也是有一起編 好像跟才樂嘛 對對對 所以我就有看他發 我就欸馬上聽到了 對了解 好那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這首歌會發的過程其實蠻妙的 哦呦 然後公司也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們製作人博弈就說 我這邊有一個demo 想要就是找我唱看看 然後給公司聽看看歐不歐 其實那時候很錯愕 然後說那我們先錄副歌 當下是只有曲而已 完全沒有詞 所以當下都是即興寫 哇 當下寫 可以邊錄邊寫這樣 然後我說那你先唱一個藥雀 我說藥雀是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哎呦 其實不知道了 我說藥雀 我就一直在笑 然後我說這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這是中文嗎 我怎麼不太懂這個意思 你就錄得很心虛 我說藥雀 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 但是越錄越覺得 還蠻洗腦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覺得 我們團缺一首很洗腦的歌 然後後來就順一成這樣 就是公司聽完覺得 蠻OK的 再改個幾個版本 編曲再改一下 然後到現在發行 我很喜歡你剛剛那個 對於藥雀的反應 你媽媽在聽到覺得 怎麼那麼習慣 什麼意思 因為我想說藥雀 不是我這時代的 就是某一個 大家都會一直講嘛 對會講 但是就不知道 會進來把這種東西放棄 放棄歌裡面 原來對你們來講 也是有點衝擊 而且又是隔了一年的新歌 就不知道會這麼開玩笑 哈哈哈哈 因為感覺很鬧 懂懂 對 可是想要認真一點 或是什麼 結果是這個 因為很認真那種 可能慢歌啊 對 很放鬆的歌啊 就是不是是這種 哇這心路歷程很棒 對就很妙 因為其實對我們 我們如果是一般的聽眾來說 我們聽到藥雀 我們會覺得好酷 因為是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用語 然後覺得 哇你們應該很有創意 想要這種歌 對我想說 確定是這個詞嗎 還是可能是先帶 你要確定 製作人你也要確定 沒有 它就是這首歌的主要的主題 嗯 那你們生活中 會一直用到這個詞嗎 其實還好 其實不會 哈哈哈哈 哇 解惑了 解惑了 要確定 要確定 基本上沒有用這個字吧 沒有 基本上沒有 剛剛仔細在想一下 就是 要確定 其實是不是跟真的假的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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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口語上的這種啊 就是台灣人會講的什麼 魏某這樣 欸那你們會講棉件嗎 不會 哈哈哈哈 欸那其實大家的一些刻板印象 其實就是被打碎了欸 就是二十代的年輕人沒有在講要確 我覺得我們團的 就是日常的用語 跟大家好像很不一樣 你們都說什麼啊 想知道 就比如說可能有些人會打 比如說要確這個好了 要確 我們可能直接打說 還要鬧嗎 就是我們就在這種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習慣的用語 還要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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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鬧 懂了 還要鬧嗎 就是說 我們還要再繼續鬧下去 對 對 原來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一成一死 也要想一下 還要鬧嗎 其實不錯欸 不錯欸我想學下來 還要玩嗎 還要鬧嗎 還要搞嗎 有搞頭嗎 還要這樣嗎 欸突然想一下 我們好像會講的是說 這有搞頭嗎 哦 對對我們會這樣講 搞頭搞一下 但我剛剛就是聽到說 就是其實新歌 新歌跟之前的歌中間差了一年 那就是在這一年之中 你們通常就是可能 心境會是怎麼樣 會想說可以趕快出下一首嗎 先隔了一年才發新 一個原因是因為 剛好我們是發專輯 所以專輯隔一年其實也還新 就是一年其實也蠻短的 但就只能商演的時候 可能我會再重新編曲 編一些新的段 就讓歌曲比較新鮮 觀眾比較不會那麼膩 只能用這種方式去維持 觀眾的新鮮感 對 跟我們的新鮮感 然後可能你也在 藉由這個編曲的過程中 去也得到一些不一樣的 對對對 就順便 玩一些東西 加強自己人的力這樣 練一些技能這樣 對啊 那你現在還有持續在 一直在寫歌嗎 有 就是我現在都是累積 一個月看我能寫幾首 然後傳給公司 傳給老闆聽 對 然後老闆 老闆說 老闆說 那他們通常是比較偏直覺一點 他可能知道說為什麼他覺得這首歌 他的評價要怎樣 會告訴你們原因嗎 不會 他就是當他聽完他覺得這首歌 適不適合 或不OK 他會直接回應 就像我前日寫新歌他直接回普通 直接下結論了這樣 就是審過了中間 對 感覺這個接受他的回應是不是也要有一個一段習慣 或者是就是告訴自己自己的對話 對一定要 因為通常 因為寫歌其實很累嘛 所以你寫一首歌至少一定要一個禮拜 最快好像三四天 而且加上我自己寫歌都是要自己編去的 所以時間一定是更長 所以一首歌其實用的心血很多 所以一開始被拒絕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有這麼難聽嗎 有被打擊到 對 然後他覺得 可能是我真的寫不夠好 然後再寫不同的風格給他看看 看他要不一樣 也算是一種磨練 自我對話的過程 對啊 這其實是一個摸黑的磨練 因為你不太知道說 老闆到底覺得 要什麼 對 這首歌怎麼了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風格 那以前藍蒂有可能類似編舞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可能編了一個什麼 然後但就是那個人可能就說 普通 會有這樣子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商業的要求 我自己後來慢慢越來越感受到 其實我中間還是會接一些編舞的案子 現在基本上編的東西 好像不太會被退回來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有接觸一些 可能多看K-pop 也經過原子少年這個期間 也知道 越來越知道說商業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被退回來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內化過程 然後你慢慢理解 這個市場需要什麼 對 然後你可以 他們的東西好像沒辦法具象化 我可以理解 就是用感覺的 對 對 有可能這就是為什麼老闆沒辦法再講更多 對 因為那很多就是一個直覺 他對商場的敏銳度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 這是商業藝術之間的 就是一個衝撞 會是有時候有點衝突 但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抓得到一個balance 會有一天就是你會想要完全追求自己的藝術嗎 因為我覺得追求藝術搞不好也沒有人要聽 所以還是要做有人要聽 又是你符合你藝術的審美裡面的東西 除非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很新 我覺得沒有人做 我才會很堅持 對 因為有時候藝術推到很極端的時候 他其實搞不好是會有市場的 因為太新了 我覺得大家會想要來看一下 欸這麼新這麼酷的東西是什麼 對啊 就大家其實都愛在這條路上摸索 商業以及藝術之間的 對啊 因為終究其實還是會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被大家喜歡嘛 然後被看到 如果這是一個最後的目標 那你就會希望 那怎麼樣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對創作者來講 他其實很需要養分 那你從生活中哪裡得 是一個你得到養分的地方 做歌寫歌就很好了 我會 就是像我愛看的藝人 像非常是演唱會 我會從中去學習 去抓他所有音樂的技巧 他所有的編曲是怎麼搞的 我覺得可以說回到 就是風格上面 因為像他 你看他學習不同的編曲 可能會看不同的藝人 但這些藝人都是他喜好的 所以他就會把這些優點綜合起來 就會變成他自己 吸收以後產出這樣 對 變成自己的style 這是一個內化的過程 哇 那石稿你都怎麼吸收自己的養分 我通常很難 什麼意思 我叫很難 就是從我的這個瑣碎的生活中 慢慢去感受我自己在幹嘛 對 因為石稿其實他本身也有在做音樂 就是他做 我們每時機都會有一首歌 然後以及我們片頭 也是他在做的 所以他其實也會 玩一些音樂 但因為我覺得我們 也比較不是那麼專心在做這件事 因為可能之前會卡在工作或什麼 所以我就等於是 從工作這些很苦悶的生活裡 就生活越苦 我可能 可以得到一些養分 越苦越有感覺 因為我那天有一個靈感是說 其實我們工作越苦 老闆越兇 我們Podcast可能就越好笑 就是一個苦慢的輸出 就慢慢從這過程中 也是一種吸收再轉化出去的能量 對對對對對 所以但我就是比較生活化一點 但我剛剛會這樣問是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可能旅行這件事情 去看到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人 對我來講是 對不管是做Podcast 或做音樂是很有幫助的 對 我自己是 我很愛休息的時候 比如說休假時間 我會自己騎車到海邊 啊 我是沒有人的地方 去看風景 或是自己一個人待著 對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獨處的時光 那會是給我一個生活上很大的能量 哦 我也蠻喜歡的 對啊 所以一個海邊轉頭看到你 哈哈 這樣就不是一個人了 這樣就不是一個人了 快逃 快逃 哈哈 那可能會彼此不打擾 因為大家都想要一個人 對對對 打個招呼這樣 繼續一個人 那蘭蒂有沒有 有什麼這樣生活的場合 是讓你可以覺得自己比較放鬆 然後你需要 放鬆 我剛剛以為我們在聊的是 要怎麼得到靈感 對也是 靈感也可以 我想說靈感 我剛剛已經準備好了 好好說 對就是靈感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生活中的 可能人情事故啊 就一定要經歷一些什麼事情 你才可以體會到 什麼樣的感受 那什麼樣的感受 你才能做出相對應的創作 因為沒有這些經驗的話 其實感覺會很像是想像 其實懂欸 因為想要被大家看見 其實都是有話想說 然後所以就是 是各種的體驗 就是你們想把你們的話說出去 對對對 類似這樣 所以就是各種體悟 才有感覺 Andy跟Bobby 都是有話想說的人 然後也有什麼想要 就是 舞蹈表現出自己的人 嗯 那如果放鬆的話呢 我也比較偏向跟朋友一起 然後去哪裡都可以 就是聚在一起 就是挺放鬆的 所以從朋友身上得到力量的 嗯 所以反而就是 可能有點像一群人在那邊 耍廢 對 就會得到能量 我往也理解 這樣的感覺 你們有測過MBTI嗎 有 但我忘記 Bobby應該是I吧 對我是I 你感覺可能是E 我覺得我自己 可I 可I欸 感覺一半一半 54 66 你應該比較I人 是嗎 我覺得 跟我以前很E欸 欸是會改變的 其實他會改變的 對 他會變 對 但有我從 我從Bobby身上獲得了 就是 的確是 I感 就是 對啊 放鬆的時候 他選擇一個人嘛 我差一個人的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去逛夜市 哇 我還有自己看過電影 哇 那你還有做過什麼一個人 你覺得很特別的事嗎 我覺得最誇張的 就是一個人 因為不是之前有一個孤獨指數 然後什麼一個人 去醫院 一個人開刀 一個人搬家 對一個人開刀 對對對 但我很常一個人 但是沒有到一個人去遊樂園這種 哇 一個人去遊樂園蠻孤單的 其實一個人在美食街吃飯很帥 其實蠻帥的 因為可以很宜蘭製的 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其實蠻舒服的 哇 20歲就開始跟自己一個人相處 我覺得很棒 對啊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也是慢慢的才可以 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選什麼的 對 一個人其實很開心 對 但我覺得這也符合他現在在做的事 因為我覺得 像寫歌創作 他其實很多時候是自己跟自己在對話 對對對 你才有辦法把這東西產生出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太多人 然後太多東西 你會一直被分散 然後好像有太多資訊在你身邊跑來跑去 你反而會沒有辦法好好靜下來思考 對對對 真的 這很有共鳴 那突然想到你剛講到就是很多資訊嘛 那你們怎麼看短影音跟就是長影片 就你們怎麼看短影音這個媒介 因為這是最近大家就是很愛在講的議題 我好像比較偏向於都看短影音 因為我自己譬如說電影什麼的 我很常看一些什麼電影解說之類的 就好像比較素實一點 我比較偏這樣 但我不知道 我長語音的話 語音 長影音 長影音 我比較愛看 昨天在看 宇宙 喔 類的東西 一些比如說陰謀論啊 這種 對對對 這類的 對這類的東西 所以你喜歡看老高 我是他的會員 看起來了 看起來了 有重有重 那你們覺得短影音是優勢嗎 還是是不好的 就很萌縮啊 其實是 因為現在人其實感覺都不太愛 沒有辦法接受一個東西太久 嗯 他就是要一看 就是看到重點 從標題看到重點 注意力就要吸引住了這樣 芭比你現在就是如果是歌的話 你都大概三分鐘還是兩分鐘 我 會看情況 他還是會寫到三分鐘 嗯 所以 有一點老靈魂這樣 所以沒有想挑戰什麼30秒的歌 這太難了 趨勢就是越來越 對啊 趨勢越來越短啊 如果老闆要你說 欸 下一首歌20秒 我其實 嗯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是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覺得其實 只要一首歌30秒 其實很難感受到 那一首歌要傳達的東西 跟它的品質 我還是偏向歌曲要一個很正常 一定的長度 對 就三分鐘 嗯 很不錯很不錯 那我想知道你們端銀都會看什麼 我很常看小紅書 我抖銀比較還好 嗯 就小紅書很多那種 男生造型 啊 衣服啊 穿雜的 我自己最近蠻想整牙的 所以我都看一些 就是整牙的端銀 YouTube的上面有啊 為什麼 可是你牙齒很好看欸 我整過了 但是我不滿意 哦 想要再二次調整 對啊 你是想要戴隱形牙套嗎 我想拔牙 然後後退 哦 往後拉一點 嘴巴比較凸 像鳥 不要這樣說 沒有 是漂亮的鳥 謝謝 謝謝 就是有時候會看這些吧 那我也好奇 最近看的一部電影是什麼 《魔法奇緣》 我真正看的這部電影是 那個我和我的 啊 鬼的 家人 對對對對 曾慶華那一部電影 我看 對對對 哇 很好看欸 那個聽說很好看 我是自己去看的 我跟你講那天很尷尬的事情是 我那天去看的時候 看的是情人節 啊 哇 然後 那時候我一到電影 大家就這樣子兩個兩個 欸 更孤單了 剛好那時候我座位旁邊是一個情侶 我就 我從遠方我就看到 欸 我好像旁邊是情侶 我就故意看一下 哦 旁邊都很空 我就立馬坐到別的座位去 哦 以防可能旁邊的人 會可能 情侶在那邊 輕輕握握 完全動 哪有人看鬼家人在輕輕的啦 我說輕輕握握 就可能在那邊 摸牙手啊 對啊 我不懂 因為我記得我好像好幾年前去看 自殺特工隊嗎 然後就是所有人都是兩兩成隊 然後我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個人 就是坐在附近 然後我想說 欸 他也是一個人來看 然後後來發現另外一個人 隨即坐在他旁邊 就是他不要先找到 所以最後整場 還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是我大概懂那個心情 就是有一種 但沒關係 一個人也可以很好 沒錯 但你們就是喜歡這樣子啊 不是一個你們舒服的狀態 我覺得我慢慢喜歡欸 舒服就好 哦 慢慢喜歡 所以你以前其實是不喜歡 對啊 不得已的 我覺得是 我以前還是會想要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一起啊 就會覺得一個人 好像就是 一個 一根在那裡很尷尬這樣 對 因為難免看到別人 都是兩兩在一起 對啊 就會覺得自己一個人 好像比較特別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 看起來比較孤獨的原因 是因為有另外一個人 你可能會跟他講話嘛 你就看起來很開心 然後其實你一個人 搞不好其實你心情很好 可是你一個人 你要跟你說話 所以大家就會看 你就會覺得 欸 你好像看起來很無聊 還是什麼 可是其實沒有 我很爽 但就我覺得 這是一個 我自己在調適的狀態啦 對對對 如果自己可以覺得舒服 其實就OK了 但是路人覺得 你心情怎麼樣 又不會 就是又沒差 但因為我超在乎 別人的意見 或感想 是路人欸 他不會記得你是誰啊 我覺得就是 這是我自己在跟我自己 相處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們是完全不care 我覺得路人怎麼樣 除非他認出我是誰 對 不然我都不care 其實我自己也是不會在乎 但現在因為怕 可能我自己一個人 怕別人 可能知道我是誰 我就開始想說 他應該不會知道我是誰吧 好 應該沒事 就是自己會去思考這問題 所以藍丁從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完全不在意別人路人 路人的話 我就覺得沒差 因為反正就一面之遠 誰會記得我做什麼 但我在那一瞬間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覺得我看起來很可憐 因為還是會被注視啦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出雙路對的 然後你就 欸 你就做一個單人座這樣 對啊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情侶之間 有一個嘛 然後 通常他們不會覺得這有人座 但有時候 去做那個就很尷尬 然後 有時候就是怎麼講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胡思亂想 然後所以可能 他們明明在討論自己的東西 但他們可能看著我在討論 我就會想說 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在講你 是不是在說我很可憐 我一點也不可憐 哈哈 我覺得我會在意 但是可能在意的不是 不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我應該都不在意 對 這樣同樣以一個人的狀態來說 我覺得Babi他的狀態 他更怡然自得一點 對啊 他是真的就是喜歡這件事 真的是喜歡 你偏無奈多一點點 我是被迫接 然後越來越喜歡到現在 好 接受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對對對 其實都各有好處啦 對啊 對啊對啊 人家找到一個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這也是 自己舒服就好 要體驗過才會知道啊 那最後還有什麼 有想傳達的嗎 沒有講到的 好的 我們是不是要來傳達該傳達的東西 好的 聽你們說說看了 那請Babi先來傳達 我現在宣傳我們的新歌叫藥雀 然後已經在各大平台都可以聽了 然後最近我們的官方的YouTube 有拍了一個舞蹈的 啊 挑戰賽 對 MV MV 舞蹈MV 然後還有一個挑戰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拍 然後不要記我們官方 或是不要記我們六個人的IG 這樣 我們都會幫你轉發 YT-Shirt跟IG的REELS都有 都有 嗯 抖音也有 哇 欸小滴肯定要挑一支的吧 有IG我已經有陸續看到 因為你們好像輪番上陣嘛 就大家這邊都會跳這樣 對讓我練一下 謝謝 讓我練一下 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你拍好上傳我們就直接轉發 對 不能丟臉 不能丟小艾老師的臉 哈哈 要練一下 要練到很好 好好好 那我們下一個還有東西要來宣傳 就是我們在2月的時候 會辦我們的專場演唱會 哇 對 叫做Venus Era 就是我們團名的一個完整寫法 因為我們團名是Venus Era的 一個剪寫這樣 然後時間是在2月4號的下午2點半 高雄後台Backstage Live的場地 然後詳細資訊都也是可以在我們的官方找到 IG或者是Facebook 然後打VERA是我們的團名就可以找到囉 我們到時候應該也會幫你們附在資訊欄 謝謝 沒有問題的 直接在資訊欄 點擊資訊欄 追蹤起來 今天很謝謝芭比跟蘭蒂來 我覺得跟你們聊天很開心 還有咪雪 還有咪雪 剛剛很多笑點都是因為咪雪在這邊 咪雪有兩個小杖 哈哈哈哈 沒有在開玩笑咪雪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小杖 都亂講 OK啦OK啦 謝謝你們 謝謝辛苦囉 祝你們新歌發表 祝你跟演唱會順利 謝謝 好那下一個可能我們會相遇的 就是在那個挑戰賽上面 你可能會看到他了 你也要跳一下 好我也跳一下 你也跳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們三個都跳 好好好 好的那到時候線上見好不好 線上見好不好 好的 我們再次再見 OK 好謝謝 拜拜 拜拜 下禮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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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唱一段嗎 請唱一段 OK啊 要去 不要再繼續嫉妒我 卻從來都沒有想過彌補我 都是 comment 停下 忙著記錄我 Don't wanna figure it out 互作 記得的好 不可能你還把我當朋友 謝謝 謝謝 我要唱嗎 等我也想聽 我也想聽藍迪 啊真的嗎 來 要去 要去 要 你要確定 要去 要去 要 你要確定 超乾 超乾 要去要去 真的好在 哇好棒喔 聽線上好棒 對啊 我剛剛起雞尼哥答案 對啊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耶 你要確定 哇欸你不愧是綱藝的妹妹 哈哈哈哈 很有綱藝魂耶 要確 要確 其實大家就是看到綱藝照片 我以後也不用再戴口罩啦 大家就是去看綱藝那就是我 就是沒什麼好說的 對大家去HRC的忠孝館 然後下樓以後 你看左手邊 會有一個營業登記證 有一個剛藝老師的大頭照 就是他 哇很不錯 我覺得心裡都還是蠻感動的 對啊 剛才討論一件事情是說 哇其實有家人的支持 然後有哥哥姊姊的支持 真的是很強的後盾 可以直接支持你去玩圓夢 當然他們自己也是非常努力 那就是後面就是你木蘭回首 木蘭回首 木蘭 木蘭當馬 當馬起 對我懂你意思啦 就是說其實這也是一個團隊的力量 家庭團隊 然後有這樣大家一起撐過去 然後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 因為剛剛他們就在戲程說 Skyo你可惜啦 你是獨生子 不然如果你也有一個哥哥姐姐 說不定你就會成功了 對啊 但小迪好像對這件事情不太買單 唉唷 首先要先看你哥哥是哪一種哥哥 我這種哥哥遇到了 你可能要還債 你可能要保人啊 為什麼你打兩份工 因為我要幫哥哥還債 更苦更苦 到底是怎麼了 沒有還債開玩笑啦 就是講到哥哥是不是 剛才聊到以前有發生一件事情啦 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買了一台新車 摩托車 然後GP125 算是CP值很高一台生車 反正就一個新車啦 然後騎車可能幾個月 然後我哥有一台100cc的 他大概也騎了快10年的車 然後他有一天就說 唉呃 琳琳跟你換一下車 我說哈 幹嘛換車 他說欸 難道你要你大嫂流產嗎 哈哈 因為我大嫂那時候懷孕了 因為我跟那台車比較小 然後他那個 因為座後之後你都要踩那個 那個踏墊嘛 但有時候都不好踩 有時候那個還彈不出來 就是那台車問題比較多一點 你有你大嫂 唉呦 琴勒 幹這終極情勒 幹什麼終極情勒 幹如果他流產就是我的問題 那時候我是這樣想的 我還以為有個不幸 對就算他在家裡跌倒 好像也是我的問題 然後我就跟他換啊 幹 對啊 這台車就沒有再拿回來過了 這個已經不是換 這是在掠奪欸 對啊 然後每年那個什麼 都會有什麼罰單啊 超速罰單 要繳什麼事啊 都會寄到我家 都是你台車在繳 不是我在繳了 但因為我爸媽都會以為是我 都說欸你的名字欸 我說沒有啊 那哥哥在洗的啦 看你哥很常說這種掠奪 掠奪式的行為 對 哇 我就看年紀啦 因為我哥其實是到大學以後 以前是偷我錢嘛 後來是會給錢的 然後我有一陣子 剛出社會比較窮 我哥也資助了蠻多了 例如說我要出國玩 還幹嘛幹嘛 啊那時候我研究所 去上海實習 那時候偏沒錢 我哥也是贊助了蠻多錢的 對 所以要看你遇到哪個實習的哥哥 什麼樣的哥哥 跟哪個實習的哥哥 對 所以難說 因為你跟你哥好像差兩歲 差三歲 因為我跟我姐是差六歲 所以我還是個寶寶妻 我姐就是含辛茹苦的 帶大我這個沒有用的女人 沒有用的女人 所以就是帶我出國玩啊 哇那很棒欸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姐姐的光輝下長大的 所以你很懂那種有姐姐照顧的感覺 欸 對啊 真的是這樣 好啦 你看這樣平均起來 可能有哥哥有姐姐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一個人也可以很好 我覺得是沒差 平均而言 一個人也 跟哥哥姐姐無關了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啦 對對對 好啦就是都會有一些支持你的人這樣子 沒錯 好啦那我覺得今天 其實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 他們在追夢這一段 我覺得就是很有感觸 然後大家就是 其實大家都為了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自己的夢想 很努力的在活著 然後去達成目標 我覺得這件事情 每次聽到 還是 雖然他們已經講得很輕鬆了 但你可以 完全可以理解 他們的當下 其實有很多的痛苦 然後很多事情需要被克服 所以都還是會覺得 有點心疼 然後也有點感動 這樣子 真的我覺得 小提就蠻愛看原子少年跟未來少女 這種選秀節目 因為他們就是又唱又跳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為以前我跳舞 可能跳一首歌 就是哇喘得跟什麼一樣 怎麼可能還要唱啊 然後而且你兩個都要表現的一樣高水準 我覺得超難的 那剛才聽到 哇他們其實從年紀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要分担家裡的家計啊等等 然後又更知道說 我的理想是什麼 所以我要怎麼努力 我覺得 就是當場聽到他們講 還是覺得更感動 對對對 不只是跳舞有能量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上的那個能量 心理的能量也非常地強 很紮實的 對 真的不容易不容易 沒關係我們這裡也有一個 在馬祖流過眼淚的人 是在馬祖嗎 馬公港 馬公 馬眼淚 你不要把他說 大家的故事都抽在一起好不好 你越抽越 又馬祖又流淚 又什麼 又澎湖 我們也有一個夢想的故事啊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好不好 也有一個 可能對應到他們就是 我爸也算蠻支持我的啦 對啊 所以也是大概是這種感覺 對 很感動欸 我覺得 不管是朋友的支持 還是家人的支持 我覺得都 真的是很棒 很棒 真的很棒 收在一個我覺得蠻溫暖的 而且這個 會讓你晚上睡覺 還會再想一下的一個對談這樣子 請大家真的一定要去多多聽他們的歌 要去 要去 你要確定欸 要多聽 那小滴 我期待小滴的餵謀 希望小滴也可以寫一個餵謀 餵謀 餵謀沒有了 為什麼 餵謀沒有了 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你去一個店家 問他說有沒有賣起司蛋糕 他說沒有啦 餵謀 餵謀沒有了 餵謀 餵謀 可以是一個單曲 餵謀 實製作人 我幫你製作一個餵謀 小滴的2024全新單曲餵謀 餵謀 然後就是各種他對於食物 為什麼賣完的一些反思這樣子 欸 雞排沒了餵謀 我覺得可能也會引起潮流 因為蠻惱人的 就賣完就賣完 你沒一直問餵謀 餵謀 期待期待 這件事我會開始執行的 但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聽藥雀 好的 你要確定 好的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 那到我們下禮拜見 謝謝芭比跟蘭迪 謝謝芭比跟芭比 謝謝鋼一老師 謝謝鋼一老師 謝謝小艾老師 鋼一老師真的是這裡面 最莫名的 可以得到HRC老師的認證 對 真的像我們老闆 真的是認證了 我是女的 你是他妹啊 怎麼會這樣 到底為什麼 好好笑 我看始終俑者 全部都來自小迪 沒錯 我看全部都來自你 小迪記者 有很多看世界的角度 可是就真的很像 所以讓我覺得 兒子娃娃也是 兒子娃 每個都是你 剛才都吃娃娃的確是小迪 每次都是你 兒子娃比較過分 大家掰掰 掰掰 他們欺負我 卻從來都沒有想過彌補我 Lost comments 你想當著欺負我 Don't wanna fake it 不做其他不好 不可能你還把我當朋友 要去 要去 要 你要確定 要去 要 你要確定 要去 要 你要確定 要 你要確定 要 你要確定 看你自方無法聽幾滴說 我只好在旁邊 靜靜地坐 真的像是野狗到處亂飛 常在身上提供我過的生活 Una Una Vira Pishibala Una Una 不要再繼續 嫉妒我 卻從來都沒有想過彌補我 都是 comment 低下忙就記錄我 Don't wanna figure it out 不做其他對好 不可能你還把我當朋友 要去 要去 要 要 你要確定 要 要 要 你要確定 要 要 你要確定 要 要 Oh No No 你要確定 You Already Know